有这么一款车骑出门不仅不花钱还能赚钱 你信吗 言归正传 今天这台车淮海锋芒160 能成为你发家支付路上的好帮手 它解决了诸多电动货运三轮的痛点问题 比如路权问题 这台车有公告能够合法上牌上路行事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骑三轮车还是得持有地帐 车厢尺寸达到了1600×1100×470毫米 超大容量货箱 搭配加高篮板 我觉得能装下10个我了 而且采用新款冲牙高篮车厢 侧门与底板之间的间隙小 装载沙子类货物的时候 也不会出现砸落的情况 这比我手臂还粗的前减震 绿震效果不错 配合高密度发泡海绵安坐 即使在土路骑行也不会觉得难受 关于车身承载 两侧分别有6片钢板弹簧 配合高强度底盘和车身 无论是上工地还是下稻田 都轻松拿捏 对于三轮车来说 力气大可比跑得快重要多了 这台车搭载了新动力电机 岂步有劲 爬坡顺畅 即使装载重货的情况下 也能给我一种从容不迫的感觉 这车你就骑吧 好骑就完了 全服后桥结构 专为载重而生 配合淮海专利新动力系统 拥有动力强 抽速快 大载重且故障率极低的特点 更加省心 而且还能选配更强悍的 骁龙动力加加强型 全服后桥的组合 能够应对更多更复杂的路况 满足不同的用车需求 而且轮胎采用了更粗壮的 前3.75-12 后4.00-12 规格的钢磁胎 更加防战耐磨 要论实用性和耐用性的话 这台锋芒腰的你丝毫不怂 看这 加粗切入式板金保险杠 更加结实防战 淮海基因回字型LED大灯 照射距离远 亮度高 夜间齐行更安全 前转向灯内嵌在挡风板上 外观更简洁 其次 转向灯放在这个位置 也更具辨识度 还有这大面积的挡风板 内侧还有储物盒 还有这外挂扶手 不得不说淮海真的是考虑周到 这台锋芒160 不仅能帮你赚到钱 更重要的是让你舒舒服服 安安全圈地就把钱给挣了 请看准处理chau